我們最後這個BUG要把它解一下 其實我現在也還沒有頭緒 不過其實這個道理應該還蠻可以用推理的 其實有些程式其實是很直覺的 很直覺的話 你變成說你要如何去解決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按下去 第一次OK對不對 那你再切回來第二次就不OK 那不OK的原因剛剛我們有顯示出來 它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要修改目前工作表 那意思這個地方是說 它要把這個工作表名稱改成這個不OK 所以我想到的方式就是怎麼樣 這個先把它刪掉 重新再來過 就是直接在樞紐表的這個程式上方 當然不一定寫在這裡 其實你也可以寫在哪裡 寫在這邊上面也可以 就是樞紐表的只要是前面就可以了 寫在這裡也可以 那我們要先做什麼 我把它寫在剛才寫在樞紐表這上面 1的上面 那如何做判斷 判斷的話在VBA裡面就一幅 如果什麼呢 接下來的話 我要檢查一下 到底某一個工作表的名稱是否存在的話 那當然 理論上前面的這個應該是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第一個工作表的名稱如果是這個的話 那我就把它刪掉 OK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敘述 如果第一個工作表怎麼敘述 第一個工作表叫遜 記得加一詞 遜詞 第一個的話就是刮胡一的意思 如果第一個工作表的名字 點Name就可以了 它的名字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叫什麼呢 Wi-Fi熱點 所以我習慣把它點兩下 Ctrl C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打錯 因為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如果呢 序則1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名稱是這個的話 空一格 然後要做什麼 打一個then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and if 記得喔 以後如果有if的話 理論上會需要有一個then 然後呢 它最後一定要加一個and if做結束 頭尾嘛 一個頭一個尾 OK 然後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寫在if的下一行 記得按一個tape鍵 縮排一下 做什麼呢 如果第一個工作表 它的名字就是這個的話 那請你幫我把它刪掉 那怎麼刪掉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序則1 這個指的是它 後面加一個敘述 就是刪除的話什麼 加一個點delete就可以了 OK 好 理論上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不過我也不確定說這樣跑 會不會有出狀況 我們來試一下 但是如果你寫完之後 你假設你直接執行太快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真錯裡面的 主行叫F8 所以你們可以記一個啦 我的習慣是如果 我假設在這邊多寫了程式 那我不確定它是否正確的話 我的習慣會按F8 F8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F8 我們筆電這邊要加一個Fn鍵 然後再跑一下 有沒有 你按一下它跑一行 有沒有 黃色那一行 那第一個是不是 是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它會跳這一行 那把第一個工作表刪掉 把它刪掉 OK 那它會跳出是否刪除 誒是刪掉了 OK 然後再來就是讓它全部 誒應該就對了 執行一下 誒就跑出來了 OK 樞紐表 那樞紐表顯然就沒出錯了 OK 所以哦 如果假設你要解決剛剛那個問題 我剛剛最簡單的寫法 就是寫這樣 如果第一個工作表 假如是這個的話 然後把它刪掉 嗯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讓它整個跑完 所以直接就讓它跑這個Wi-Fi熱點前五 直接執行好了 OK 那剛剛的話 跑第一次出錯 第二次會出錯 誒 它就會跳出這個訊息 是不是要刪掉 是哦 刪掉 誒有沒有發現 第二次按的話 居然沒事 OK 再按一下 誒 它還是要刪掉 所以按刪除 OK 又OK了 所以哦 顯然哦 如果你要解決剛剛的問題的話 其實哦 最簡單的解法 就是直接在樞紐表上面 有沒有 記得哦 在這個sib的下方哦 寫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 它的第一個工作表 假如是這個名稱的話 然後呢 就幫我把它刪掉 記得哦 這幾個字哦 我是建議你用 從這邊複製貼過來 你不要自己打 自己打很容易打錯字 只要差一點點都不行 哪怕你這邊多一個空白也不行 OK 如果你多一個空白 它也不一樣 OK 所以我建議你用貼的 比較不會出錯 好 所以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寫完了 所以最簡單的解法 我想 應該就是寫這樣就好了 因為其實還有別的寫法 我之前寫的我覺得太複雜了 寫這樣應該最簡單 如果第一個工作表的名稱是這個 就把第一個工作表給刪除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Bug就解掉了 就加這個就好了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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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